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沃伦巴菲特表示 如果他在短期内卸任 将由格雷格·阿贝尔来接任CEO一职 董事们一致同意 如果今晚我发生了什么 明天早上将由格雷格来接管 巴菲特在接受CNBC采访时称 现年58岁的阿贝尔是伯克希尔副董事长 负责公司的所有非保险业务 包括能源、铁路、零售、金融产品和制造业等 他比我过去做得好多了 巴菲特表示 公开资料显示 阿贝尔出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省会埃德蒙顿 1984年拿到阿尔伯塔大学本科学位 以及美国注册会计师执照 毕业后加盟旧金山的普华永道 在上周六举行的股东大会上 伯克希尔副董事长查理·芒格在接班人问题上 一度说漏了嘴 当被问及伯克希尔是否会变得太大、太复杂时 芒格称 格雷格会保持公司文化 考虑到巴菲特和芒格已经分别90岁和97岁高龄 伯克希尔选择谁来接班 成为过去几十年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巴菲特的儿子或华德巴菲特有望接替其父亲担任董事长 伯克希尔在福布斯2020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上 排名第四 截至美东时间周一下午 伯克希尔A类股涨2.29% 至42.25万美元 总是值约6462.7亿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